大家好,这里是南妹厨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用烫面 也能做出凉了也不硬 柔软又好吃的葱花饼 先在大碗中加入一斤面粉 5克酵母 一勺白糖促进发酵 用400克的温水和面 边加边搅拌 因为水加的多,面团比较软 特别的粘手 就不用下手揉面了 用筷子直接搅成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干上盖子,饧发至两倍大 再准备一些小葱,切成葱花 装碗中 加入一勺面粉 一点盐 然后浇上烧好的热油,搅拌均匀 因为用热油烫过 才能激发出葱花里面的葱香味 面团像这样就已经饧发好了 看着明显比原来大了好多 用筷子搅拌一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案板上稍微多撒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放在上面 表面也撒上一些干面粉 因为面团比较软 多放点面粉可以防粘 简单地揉几下 再用擀面杖擀成一张大面饼 擀好之后放上提前炸好的葱花油酥 涂抹均匀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这个过程中要是粘手的话 可以撒上一些干面粉 这样才好操作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把两边捏盐 整理成圆形的小饼 防止露油酥 用手轻轻地按压一下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便秉成预热刷一层油 把做好的饼皮直接放入锅中 表面也刷上一点油 可以防止水分的流失 烙至底部定型后 放个面 烙另一面 烙的时候要勤翻几次面 一直烙到饼鼓起来了 烙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可以快速回弹的时候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发面小饼蓬松 鲜软 葱香浓郁 凉了也不硬 还容易消化 特别的好吃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喜欢就试试吧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